当初的下雪,再到如今的鱿鱼,不难看出杨子这些年来的成长,从家有儿女到现在的香蜜欢乐颂,杨子的变化不可谓不大,演技如今也是炉火纯青了,面对各种角色都游刃有余。 值得一提的就是颜值上面的变化了,相比较当初那个土厘土气,脸还有点黑的小姑娘,现在真的是好太多了,长的是落落大方,气质又特别的好,特别是拍了很多影视剧之后,她的人气达到了一个新高度,不输一线演员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杨子每拍一部影视剧,就特别的火,可谓是有成为影视女王的潜力了,去年的时候,还和迪丽热巴一起争夺精英女神,虽说最后没能够成为精英女神,但是在很多人心目中,她就是精英女神。 许多艺人出道之后,为了让自己的名字更加的高大上,于是会起一个十分高大上的名字,很容易记,同时也很上口,而杨子也是如此,那么她原名又是什么呢? 说起来她的原名还有一点难读,特别后面两个字连起来,读音就变成了鸟,就是杨尼奥。 相比较原名,杨子这个名字,就有点没有那么有档次了,原名明显要有诗情画意一点,不过一名比原名明显要有诗情画意一点,不过名字并不代表一切,作为一位演员,小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演技,而杨子就拥有这一点。 即使是你名字在好听,在高大上一点,没有实力的话,也是没用的,徒有虚名就是最好的形容,而且杨子这个名字也朗朗上口,现在年仅二十多的杨子,就已经达到了事业巅峰时期,相信她以后会有更高的成就,大家认为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